综合所的税申报从5月1号正式起跑 今年不仅调高基本生活费扣除额 也放宽了长照特别扣除额条件 在网络报税的部分也提高了上传附件容量到15MB 网络的上传附本期限也比照值本延长服务到6月11号 并且新增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服务 让网络报税民众也可以享有类似税额试算服务 我们对于线上版跟首席版的网络报税 我们的报税系统新增了一个类似税额试算内容的 查调资料税额估算表 那透过这个税额估算表 民众下载这个税额估算表 就可以快速地掌握他112年度综合所得税 他应纳税应缴纳或者应退税的这个情况 那民众呢他只要去确认这个估算表上面的基本资料 那他的所得扣除的资料 文物之后填入他的报税的资料 就可以执行申报上传就可以完成申报 用医化缴退税还可以多重抽奖 总奖金高达465万 又超过一万一千个中奖名额 呼吁大家多利用网络申报所得税 今年我们为了要鼓励大家采用网络申报或手机申报 所以今年财政部还是有举办的全国性的抽奖活动 这个行动医报 行动医报税 好利相送的抽奖活动 整个的奖金 总奖金是465万元 那最高的奖额是现金20万元 所以欢迎大家可以在家采用网络申报 还有或是手机申报税 那可以在家轻松报 又可以有抽大奖的机会 欢迎大家一起来 另外配合民法调降成年年龄为满18岁 除非是在学受抚养或是身杖无谋生能力 都要自行办理结算申报 但是刚满18岁的纳税人 可以选择跟父母一起申报 或者是自行申报 今年民法下修成年年龄是18岁以下 所以如果你今年是 你今年满18岁了 基本上他就是要单独申报 除非他是在校就学 然后身心障碍或无谋生能力 那才可以被受抚养 但是如果满18岁那一年 就今年是94年次的 那一年的这些纳税诱人 那因为他是第一年满成成年 那他可以选择要跟父母申报 或者是自己单独申报 112年综合所得税申报 从5月1号起开跑 除了网络申报 民众如果有零贵报税需求 北区国税局也建议大家 先预约载刀场 可以减少等候时间 报税相关问题可利用24小时 智慧客服 国税小帮手及时服务 请纳税人在期限内 完成申报跟缴税 以免受罚 记者来我一头人报道 请不吝点赞 订阅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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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